你老实说 王谢婉婷这个杀人凶手 你到底抓还是不抓 不抓 不抓 是 不抓 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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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了 现在证据不足 很难抓人的 你还想要什么证据啊 阿美 洋人 邓风 三条人命啊 三条人命 你们都可以坐视不理 袖手旁观 好 算我看错了你们 喂 哎呀 干什么呀 这么吵 没事 接着睡吧 几点了 天都亮了 天亮了 哎呀 惨了 那我就这样这么睡了 哎呀 惨了惨了 我的脸有没有皱纹 懒得跟你废话 女人真是麻烦 这怎么了嘛 我就说了一句话 干嘛发这么大的火 啊 姐姐 嗯 永哥没事 可能他这一夜没睡 有点火气吧 嗯 说真的 我也觉得有点鼻子痒 喉咙干的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们疯了 哎呀 惨了 我今天约了斯蒂芬啊 哎呀 不行 我得先做个漂亮的飞手啊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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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样啊 那我去睡两个钟头了 哎 张大勇 还给你 你们这些警察都一样 高洁 骑士 你们没有一个好人 勇哥 他生气你都不吭声啊 还有什么好说的 做得到我自然会有行动给他看 做不到我说什么也没用啊 那你就是要做了 废话 啊 蝴蝶真漂亮啊 看来都这么紧张 别动了 行不行 慢点 你的春秋蝴蝶梦做完了没有 好 这里是警局 不用采碍 全都收起来 我告诉你啊 这些东西以后别在我面前出现 知道吗 是的 女士 勇哥 我们还去不去找李哥 谁说不去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去 是你们俩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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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德姆真的不在啊 他今天晚上有个同学聚会 哎 去旅行啊 啊 我明天去日本 哇 去马萨基他都不肯 麦德肯放你啊 我不是去玩哪 我是为国增光啊 你别吹牛了 哎呀 你们作嘛 那边有个日本人呢 向我的论文挑战 是关于蝴蝶生态的理论 这也说这么多年来呢 研究最大的突破 也不能让人家一棍子打沉哪 所以要去跟他较量较量 顺便再一学我们三年零八个月的耻辱 哇 李哥 你真伟大呀 当然啦 来 你有什么要问的 快点问啊 对了 我们想问你关于 邓风跌下山崖的事 喂 你们怎么问完了还问呢 不会的吧 原来邓风跌下山崖不是意外 那谁会害他 我们只是推测 所以想再来问问你 邓风跌崖的情形 那次旅行呢 我记得我头一天呢扭伤了脚 所以我走得比较慢 当我爬上龙飞旗呢 意外也发生了 后来呢 我再问团友 大家都知道呢 他们在谈恋爱嘛 所以呢 就让他们俩先走了 走了走了没多久呢 就看见阿婷跑回来了 大喊救命说 阿风跌下山了 也就是说谢婉婷 是第一个发现邓风跌下山崖的人 是啊 还有 这只蝴蝶呢 阿风就是为他跌下山的 这只蝴蝶没什么特别 蝴蝶本身呢 不是很特别 特别的是那个时候 在那里出现吧 好不好看 这种呢 叫它被波险蝶 这吃一种藤豆的植物为生的 有藤豆的地方就有它们了 冬天要没有藤豆 这些蝴蝶岂不是死光 好 这点专家已经很久了 这种蝴蝶呢 在冬天的时候呢 是一种幼虫和蛹的状态生存 到第二年有藤豆的时候呢 它就第二代 第三代 就这么繁殖下去了 是不是邓风跌下山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藤豆 可是又在那里发现了被波险蝶 所以它再危险也要抓了 那倒不是 这种蝴蝶呢 是从南往北飞的 从千叶飞的北海道 日本那么大 从千叶飞到北海道 一只蝴蝶怎么飞啊 一只大人不能飞那么远了 它的中途呢 会繁殖下一代 一代一代一直飞到北方为止 这个报告发表的第二年呢 就是我们旅行的那年 如果我发现这种蝴蝶啊 我也会捉它 未来这只蝴蝶赔上一条命啊 你说值不值得 你尊重点好不好 那真是邓风用命换回来的 不好意思啊 李哥 这只蝴蝶是我论文的时政 明天带它一块儿去 对了 问题问完了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 你对谢婉婷 到底有多深的了解 是她的梦中情人 清楚了吧 女士 老婆 这么早 你以为我回不来又想造反 怎么又提起她来了 不是我提 是他们提啊 干什么 是 我也不大明白 你刚才说邓风天下山崖 不是意外 你是怀疑 谢婉婷 是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Madam 是你说的 凡事都要讲证据吗 我们没有证据 不敢惊动你啊 我早就说 姓婉婷不是好人了 你们这些男人 不怕死 非要围着他 我没有啊 没有 人家男朋友死的时候 你那么细心地照顾他 大家同学一常 我问问两句 也是很平常的事吗 问问 你斗不够他 现在的这个老公吧 老婆大人 我没有 Madam 还说这个案子吧 你说这个案子 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呢 并不代表 我同意你们的看法 查案呢 是要讲证据的 日本的那件案子 是不是意外 人家已经盖棺定论 我们也没有什么 可以做的了 如果兰恩美的案子 可以证明他不是自杀 是被谋杀的话呢 我就让你发案 想来想去呢 阿婷也不像是 喝茶 喝茶 吃点东西 怎么Madam 你知道这个案子 和谢婉婷有关 就马上都没有兴趣呢 太简单了 就因为Madam也是女人嘛 所以说呢 你见的女人少 有些女人呢 是喜怒无常的 你要得罪她 这是恨你恨一辈子的 还有啊 有些女人好功于心计的 你别怪我不提醒你 千万别栽在她们手上 喂 你才得罪过一个吧 你要想说什么呀 喂 你现在可以查了 那就去找找人家 找谁呀 是你说的女人不能得罪的吗 当然去找你最喜欢的那个了 妥协 妈咪啊 你看 好啊 我问你啊 你最近为什么不让我 帮你打电话了 再打也没有用了 怎么了 我装得不好帮不了你 不是你帮不了我 是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成一般我 有的人 有的人 哪些啊 那个警察 你别再提她了 提提她我就一把火 好了好了 那就不提了 提你最喜欢的那个了 你干什么又笑我 我不是笑你 雨萱是什么时候回来啊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你不去这场接她 我去接她 她更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是啊 你一点都不在乎她 今天晚上呢 我们姐妹两个一起吃饭 又开我玩笑 明明知道人家约了我吃饭 娜娜娜 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了 重色亲姐妹 算了 留得住你的人 也留不住你的心哪 好 快点回去打扮打扮吧 等等 走啦 走啦 阿姨要回去打扮了 告诉我 想不想我 没有 真的没有 有那么一点点 就一点点 嗯 也比美好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你不会帮下整个餐厅吧 连伴侣都没有 是不是要自己做啊 嗯 哇 好漂亮啊 干吗送这么多的花给我 这里是九十九朵玫瑰 加上我就是一百朵 代表我百分之百爱你的意思 你真不怕肉麻 我就对着你一个人哪 还怕什么肉麻 对了 我这次到英国去看了一个老朋友 他结了婚了 还有两岁的小孩呢 他和他太太真好开心 一起煮饭 还有啊 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就一起哄她 一个眼神 他太太就知道 他要茶还是要咖啡了 高姐 原来我最噱了就是这些 我现在正式向高杰小姐求婚 虽然俗气一点 可是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嫁给我高姐 可是我不会做饭 又不会带孩子 也不会看你什么时候要茶 还是要咖啡 你嫁给我再慢慢学吧 答应我 那 戴上这个戒指之后 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我只是答应给你订婚 可没有说嫁给你啊 你以后啊 不要惹那些年轻小伙子了 那以后要不要除了你之外 看见所有的男人 都要保持距离三尺呢 不不不不不 我告诉你也千万要欺齿 对了 我到英国去了那么久 你干什么呢 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在查阿美的那个案子 那个逊群自杀的同学 阿美不是自杀的 可是警方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有时候很多事 不是光看表面就行的 阿松了 今天的气氛这么高兴 别顶嘴了 来,为美好的敬礼干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百合不错 白白的不好看 好像上门一样的 那就红掌了 又大又红 是不是 也不好 硬蹦蹦的 先生 这种叫康乃馨 一般来讲呢 是送给母亲的 送给女朋友呢 还是传统的好 红玫瑰 她现在还不是我女朋友 送了就是了 那就帮我包一打吧 你下午呢 送到这个地址 OK 小姐 请问你高杰在不在 她在里面呢 你到里面去找她吧 谢谢 不用谢 哇 订婚卡已经这么漂亮了 那结婚还得了 当然了 那结婚卡也这样说明像金子呢 到时候大家别忘了早点到 一定啊 谁迟到了就不准进了 你放心啊 我先声明 谁要迟到就扣谁的薪水 最好啊 这点巧克力好吃啊 好吃啊 谁买的 雨萱买的 有眼光 有眼光 我当然有眼光了 不然怎么找到这么漂亮的老婆 是啊 哎呀 我差点忘了 高杰你过来 下午有人送来的 我忘了告诉你了 好漂亮啊 是谁给我老婆送花这么大胆呢 不告诉你 待会儿再审议 我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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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我一定会吃光的 好啊 你吃这么多啊 小心将来的礼服穿不上 菜这么好 再做一套好了 我是真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订婚呢 结婚多好 妈 你真的想这么快把我赶走啊 就是啊 我是想赶你走的 把你赶到雨萱那儿 你还能往哪儿跑啊 小姐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一唱一鹤的 那我不用说话了 高姐 订婚那天我订了一箱香槟 你帮我想想还要订什么 这些事你自己想好了 先说点正经事啊 订婚的事还不正经啊 别这样嘛 说实话 张大勇也觉得阿美的事很可疑 她现在呢 已经帮我查了 你能不能帮我把她的 验尸报告拿出来看看 我跟你说过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就别再提了好不好 那阿美是我的好朋友吗 可是她已经死了 你也不想了 应该面对现实 你再说一次 帮还是不帮 第一 那个案子不是我负责的 我不能说看就看 第二 我们订婚这么高兴的日子 我不想提不开心的事 张大勇 你去哪儿 去看验尸报告 验尸报告 是不是阿美的那份啊 听说要申请了才能看的 我跟麦当申请了 不然不让看的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好在我床上来了 你要订婚嘛 就开一晚派对嘛 总之以后有阿美的消息呢 就马上靠我 我随传随到 到点了 走吧 等等我啊 康明 建丝 你准时一点好不好 我也不想迟到啊 高杰 你来干什么 来看报告 是不是不行啊 坐吧 根据验尸报告 男女死者死前 服侍过大量的安眠药 所以胃里有很多 没有分解的安眠药 除了致死的原因之外 身上没有其他的伤痕 女死者先被男死者勒死 然后男死者自己上吊 所以死亡时间 女死者早十五分钟 你说有没有可能 那两个死者 不是自杀的 是被人谋杀的呢 我不会答复 关于推测的问题 况且验尸报告 有足够的证据 支持自杀这个论调 如果男死者 是被人害死的话 她的脖子上的鱼痕 应该是平衡的 可是很明显 她脖子上的鱼痕 是向上倾 也就是说 她是自己上吊的 也许她是被逼上吊的呢 她身上没有和别人 纠缠的痕迹 那安眠呢 被人家勒死了 都不算谋杀啊 那她自愿死在 爱人的手上 算不算谋杀呢 况且警方查过 两个人的背景和关系 如果有问题的话 应该是警方的问题 希望我的解释 可以帮你们 不好意思 江先生 耽误你很多宝贵时间 别客气 我走了 告急 我先出去 你在外面等我 有什么事啊 你快点说 你让她走嘛 还怕她不会回家 你别开玩笑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叫你别管这件事了 你怎么不听我的呢 我跟你说过 阿美是我的好朋友 我一定要帮她 查个水落石出 你声音也不吭 就跟那个警察一起来了 事情也不通知我 你不觉得这样 不尊重我吗 我早就跟你说了 你要是先尊重我 让我看看报告 我今天就不来了 那你现在已经看过报告了 你以后能不能不管这件事 我懒得跟你说 跟你说什么都不明白 人家在外面等着我 我走了 下一步怎么做啊 我想明天到约翰和阿美 寻情的现场看看 我也去 你还是别去了 那里又远又难走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细节详细地告诉你 当然不行了 我不是那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 况且 这是我唯一可以帮阿美做的事 你跟我一起去 里面那个不高兴啊 你不让我去 我更不高兴 是不是 回来了 是啊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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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什么事啊 我们刚刚呢 组织了一个四人失恋慰问团 慰问你这个失恋的人 谁说我失恋了 妈咪跟终于叔叔都这么说的 妈咪还让我跟你说 什么烧财啊 不是烧财啥小子 是说留得亲身在 哪怕没柴烧 你要不会教了 你就别乱教小孩子 我还没说你呢 整天把大人的事跟孩子说 承认失恋了吗 失恋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姨婆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 为姨婆失恋呢 没失过恋啊 哪算男人呢 是 永哥 在这个时候呢 我不会舍你而去的 我也和你 共度每一个难关 对了 你呢可以唱什么 分手总在雨天了 还有什么 眼泪为你流了 长着舒服点 或是天边一只雁呢 或是我一只小小鸟 也不错 没你那么神经 要唱自己唱个歌 唱不唱 那我们唱 来 赏月啊 不过今天没月亮啊 也很难人月两团圆了 什么人月两团圆 心里很难过 很痛苦啊 痛什么苦啊 喂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暗恋的故事啊 我小的时候暗恋过 别的班的女生 梳着两条小辫子 有一天放学呢 我看见她拉着一个 高年级的班长出来 我很不开心 就好像失恋一样 问你 你弄清楚了啊 你失恋是你的事 别拖我下水 你听我说完了呀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整天闷闷不乐的 后来我爷爷教了一个办法 他说呢 倒杯水 啤酒也一样 再把花瓣撕碎了放进去 叶子一样 然后呢 就摇匀了 喝下去 那个女孩自然就回到你身边了 你试试啊 你试过没有 没有 因为我第二天一觉醒来呢 就发觉我原来不喜欢那个女生 可是你要真喜欢她的话 你就应该试试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真的喜欢她了 那我就不管了 总之我爷爷说过 很灵的 我奶奶呢就是被她这样追回来的 是不是随便你啊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我还以为你悄悄地把我说 甩了呢 你怎么的颜色苍白啊 你也上了酒趟厕所 我能开车就算不错了 你吃错了什么呀 弄成这样 总之你以后要想害谁呢 你就叫她喝啤酒加树叶 喝不喝水 好啊 两瓶汽水 谢谢 好好好 你的肠胃不好就别喝汽水了 两瓶蒸馏水 老板 蒸馏水 蒸馏水 天气这么好 两位是来度假的吧 不是 我是警察 你记不记得大概一年前 这里附近有个女孩和一个洋人殉情的事啊 哦 我当然知道了 不过你们当警察都问我好多次了 那你知道什么 哦 那个洋人叫约翰 以前常常看见她的 你常常看见她 是啊 她要到我这里拿钥匙才能进度假屋的吗 她是不是经常来的 哦 那倒不是 她跟什么人来 哦 我可不知道啊 不过她每次来都是一个人来拿钥匙的 老板啊 那个度假屋是你的 不是 是史密夫先生的 又是洋人 所以就同生同气了 两个洋人是好朋友哦 你只负责给钥匙的 哦 不是的 有时候还帮他们打扫打扫地方 不然一个月收人几百块管理费不好意思啊 他们死的那天也是从你这儿拿钥匙的吗 是啊 嗯 她还买了两个鸡蛋呢 那你怎么会记得她买了两个呢 哦 我的鸡蛋卖五块钱三个 她可费要两个 真麻烦 我想是这里了 哼 这里的环境真不错啊 当然了 她是到这儿来度假的嘛 哎 你看看 你说是不是这棵树啊 我想应该是 你看看 树上很明显 有被绳子绑过的痕迹 痕迹多明显啊 在这里上吊啊 当然了 那个羊人那么大个儿 当然要找一棵大树了 这棵树吊死过人的 小朋友 你怎么知道吊死过人的 我就住在这附近 这里的人都知道 你看看 除了刚才的痕迹之外 原来旁边还有一条 那个羊人用来绑吊床睡觉的 小朋友 你认不认识那个羊人 我不认识她 不过我偷偷地到她家去看过 她家里有个女人 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 她们每次都不开灯 点灯热 看不清楚 最后的那次她来问路 我才看见她什么样子 不过第二天她就死了 想不到今天又忙了一天 我也已经九点了 糟了糟了 这次 糟了 怎么打也打不通啊 不通等一会再打嘛 什么事啊 我今天约了雨萱吃饭的 现在这么晚了 可能她已经吃完了 约了人没有啊 没约人就一块吃啊 好啊 那就附近找一家吧 怎么 这种地方不习惯 我想打个电话 雨萱啊 雨萱啊 对不起啊 我刚刚才想起来 你的电话刚才打不通啊 我现在还在心切啊 这么晚了我以为你已经吃了 我不跟你说了 回去打给你 拜拜 我看她不会那么小气的 跟她解释一下就没事了 你说什么 江嫂那么爱你 她不会怪你的 我才不怕她怪我呢 我在想刚才那个小孩说的话 有点矛盾啊 我也在想 那个小孩说话有点矛盾啊 问路的是阿美啊 这样看阿美是第一次到那儿去的 她说常看到那个女人 可是没看见她的样子 我想和约翰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女人 那个小孩看见阿美的时候 以为阿美就是那个女人 就是说她们的外形很像 你笑什么 我听人说美女头脑简单 可是看你又不笑 那是不美呢还是头脑简单 两样都不是啊 真会说话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是啊 我这个女儿就是这样 一忙起公事啊 连妈都不记得了 我去看看红豆沙好了没有 吃了红豆沙 她还不回来 就别等她了 好 哎 雨萱 红豆沙好了 吃一碗 哎 你来了 你不想看见我吗 她等你一晚上了 你现在才回来 快去解释一下 来 吃红豆沙了啊 怎么了 你下次来先打个电话吗 你这天去哪儿了 去办事啊 去办事要跟那个刑警在一起吗 那这个案子是由她负责的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别查这个案子了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我也说要帮阿美讨个公道啊 你听我的了吗 这个案子警方已经不查了 你知道吗 那现在有了新的线索吗 那个刑警告诉你的 是她让你查的 你别那么天真了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 查案是警方做的 她为什么要托你下水呢 孤男寡女的明白了是有企图吗 哦 说了半天原来是有人吃醋 像她那种人我会吃醋 总之以后你别理她了 现在问题不是我理不理她 而是你根本就不相信我 我不是不信你 我是不信张大勇 总之你不要跟她一起查案了 要查她让她自己去查 我懒得跟你说 我吃红豆沙 我就算你答应了 这个张大勇真讨厌 一万 情色双辣 又是你呀 喂 你出出好几把了 钱多也别这样嘛 别废话 快给钱啊 真是的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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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去 快给快给 什么事呢 你回来了 勇哥 你回来得正好 那你回来我不打了 喂 你别走啊 假命能打到天亮的 想走啊 你快坐下来吧 等等等等 我给你介绍介绍 那这个呢是Judy 那个是Mandy 这位是勇哥 嗨 等等嘛 这两个呢 是我的好姐妹 我看你最近呢 没什么节目 所以我就带他们来看看你了 妥协 喝茶 谢谢 谢谢 打扰你真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 你们想问什么 我们想问问 你先生和约翰是不是很熟 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那度假屋是不是你们呢 是啊 因为上班出入不方便 我们很久没去了 约翰每个礼拜都去住的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一时也想不起来 他是不是对蝴蝶特别有兴趣呢 蝴蝶 他有一幅蝴蝶画 约翰死了之后 我把他的遗物都寄回美国去了 那现在有没有办法 可以拿回来看看 我尽量帮你打电话问问看 好啊 谢谢你啊 依你所知 约翰那个人怎么样 约翰那个人呢 满随和的 很容易相处啊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 他跟我先生一样 很喜欢研究东方文化 尤其是东方的女性 你的意思是说 约翰还有一个中国籍的女朋友 是啊 是什么人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知道他喜欢成熟的女人 不喜欢小女生 是他告诉你的 那倒不是 不过他知道我懂一点子卫斗数 我记得有一次 他来问我他的命盘 和成熟的女人在一起 有没有问题啊 那既然这么问了 我想他一定是爱上了一个 年纪比他大的女人 还有啊 我每次给他介绍新的女朋友 他都说不要 我想他一定是有女朋友了 你喜欢睡吊床吗 这张吊床是我先生的 他很喜欢躺在上面看书 他说很舒服 这一点跟约翰一模一样 来 回来 哈喽 你的朋友啊 是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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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知道约翰的事啊 周恩 那是个悲剧 你慢慢聊啊 一提起约翰他就不开心 既然约翰不喜欢小女生 也就是说阿美不会是他的情人了 不错 今天总算有一点收获 一看就知道你很开心了 找到线索了 当然开心了 你不开心吗 开心 我早就说了阿美不会跟那个洋人在一起的 现在可以证明我的推断没有错 有什么奖励啊 那这奖励你继续查下去 这样也算奖啊 大不了我今天请你吃顿饭行了吧 吃饭 好在你提醒我啊 我今天真的约了人吃饭啊 那你就不走运了 我平时很小气很少请人吃饭的 总之你欠我一顿你一定要请我 最近杂志生很忙吗 这么多天才陪我吃顿饭 我现在不是陪你了吗 可是你一忙公事就把我扔在一边了 那我说你 你还笑 我笑的是因为我今天开心 开什么心 我终于查到阿美没有跟那个洋人在一起 你还和那个刑警在一起啊 是啊 我们今天去证 你答应过我不和他在一起的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 我上次问你 你又不吭声 所以就当你答应了 你也说我没吭声啦 没吭声就是没有答应过你 我不吭声是免得大家吵架 那你是不是坚持以后还要跟他在一起呢 我不是坚持跟他在一起 是坚持一定要查下去 那有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我是清白的 你无理取闹 我是关心你 不是无理取闹 喂 又一个人喝闷酒啊 一个人喝酒并不代表那个人闷的 人家想跟你介绍个女朋友吗 你好像又不喜欢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免得你孤孤单单的 谢谢你的好意 姐姐 我给你送钱来了 那 好啊 你钱的钱 哦 打麻将的钱 早就跟你说了 三娘教子输定了 你非要打 也未必一定会输的啊 可能是我打得不好吧 你还这么说 愿意说的话就输吧 美典库啊 说李哥回来了 我们去看看 我真失败 想不到日本人对了 我一直被这只被波险蝶蒙骗了 你别说蝴蝶 先说说有没有谢婉婷的线索 就因为要讲谢婉婷 所以先说这只蝴蝶 请你说得清楚一点好不好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记不记得 我曾经跟你们说过 这种被波险蝶呢 是靠着疼痘为生的 可是在翻查记录呢 邓峰死那年呢 全日本斗类失收 没有一只被波险蝶呢 能熬得过冬天 话句话说呢 不可能在龙飞骑出现 被邓峰看见 也就是说 这只蝴蝶的出现是个骗局 我还花了那么多心血 以为是生态学上的一个突破呢 那谢婉婷的线索呢 我这次去日本呢 去找以前蝴蝶会的朋友 那次旅行呢 他跟在邓峰的后面 他说悬崖上的那只蝴蝶呢 是阿婷先看见 再叫邓峰去捉 我真不相信阿婷会做这种事 你终于看清楚她的真面目了 高杰说阿美死之前 突然很喜欢蝴蝶 还知道她很多丑事 会不会阿美知道了这件事 所以就被谢婉婷杀了灭口呢 那个洋人约翰呢 你已经查出她们两不认识吗 那怎么会死在一起呢 谢婉婷为什么要用那间别墅来杀人呢 那她和那个洋人什么关系呢 还有 假设她们两个是被谢婉婷杀的 那为什么要杀她们呢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谢婉婷 不过我知道 如果她们两个真是被人谋杀 那谢婉婷一定是 对不起